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还神秘信息地给了艾迪一粒小小的药丸 小舅子告诉艾迪 这可不是一粒普通的药丸 这能充分开发她的大脑 让她变得非常聪明 艾迪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生活已经糟糕成了这样子 吃一粒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艾迪想了一下 最终还是把药吃了下去 吃完药后艾迪准备回家 恰巧碰到了自己房东的老婆 房东的老婆特别刁钻 因为欠租的事情 狠狠地数落了艾迪一番 可是没想到 平时非常木讷的艾迪 在此刻竟然变得严慈敏捷起来 不一会儿就用自己的智力 彻底征服了房东的老婆 到假后 艾迪也感觉自己的经历 仿佛用不完一样 她立刻开始了写作 这时的她文思泉勇 在短短的时间里 就完成了一部作品 艾迪非常的高兴 但是等她第二天醒来之后 这粒小药片的药效已经过了 原来作用只有一天 第二天就没用了 她又回到了曾经那种状态 艾迪心想 这可不行啊 所以她决定再去找找小舅子 但是没想到的是 小舅子竟然被杀了 心脏勃勃 艾迪心里害怕的不得了 但她冷静下来后 想了一下 这些杀小舅子的人 肯定也是为了小药丸 现在小舅子被杀了 那药丸肯定是没问出来 所以艾迪在小舅子家 到处翻找了一下 果然找到了 被藏起来的一大袋药丸 有了剩下的药丸后 艾迪变得非常聪明 她开始混迹于各大赌场 过目不忘 所向披靡 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 艾迪最后将她的目标 放在了股市上 为了能够有投资的资本 艾迪还去借了高利贷 不久之后 艾迪就凭借着自己超高的智慧 赚了很多的钱 并且她的能力 还得到了股市大捞的青睐 连曾经看不起她的女朋友 都回心转意找到了她 眼看着一切都吵着好的防线发展 但是 那个药片的副作用 也开始明显起来 艾迪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 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这时 她在前期也找到她了 并告诉艾迪 这种药片她也服用过 如果没有药继续维持的话 最后只能等待死亡 艾迪慌了 她开始找人研究这个药 并且还希望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药 没有副作用的那种 但除了她之外 有一群人也盯上了这种药 还在地下停车场里 和艾迪发生了冲突 当初奉高利贷给艾迪的人 在一次偶然下 也尝到了这药片的好处 就携带着兄弟 在某一天晚上去找艾迪 艾迪本来想跳楼 一了百了 但是转念一想 高利贷的人仿佛也没有那么可怕 于是艾迪破罐子破摔 何妨高利贷的人一决生死 最后艾迪杀掉了他们 拿到了最后几生的一些药片 这下子 艾迪就可以安心的去研制新药了 一段时间之后 艾迪凭借着吃了那么多药 从一个小小的商人 咬身一变 进去了政治界 成为了国会的一员 并且还有竞选总统的冤枉 相比于当初那个写文章 毫无头绪的居家宅男 艾迪这真是走向了人生巅峰 但是一个新麻烦又出来了 一个商业大佬 暗地里收购了 制造这种药丸的工厂 小药通过垄断来控制艾迪 毕竟有前车之鉴在那摆着呢 如果不能够长期稳定的服药 最后难逃一死 在商业大佬威胁艾迪的时候 艾迪一点也没有慌张 因为他的新药丸 经过长期的努力 已经研究成功了 并且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真不知道艾迪吃了新药之后 会不会称霸权宇宙呢 如果真的有这种药 其实也是细思极恐的 因为那样所有人都会去吃 所有人的智商都将达到一个水平 都想从事那些上等人的工作 没人再去996 赚值时的钱 那样的话 普通和辛苦的工作 便会无人问津 社会的正常运转将会受到阻碍 一切都无法回到正规 等待着我们的 也将是最后的效王 我们还是遵循自然的法则 可守着自己原来的位置吧 这期的去说电影就到这儿了 我要去研制寻药了 下期再见